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雲雲雲 那我們今天呢要繼續來玩我們的新灰巨龍模組生存喔 來觀眾,我們上一集呢就是養了小精靈嘛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就來 我們進度奇事業也差不多快解完了啦 就剩下我們的翼蛇啊以及金屬罐鳥還沒有 真正的遇過嘛 那我們今天就稍微來一次解這兩個好了 首先我們直接找金屬罐鳥 金屬罐鳥好像就是會在沼澤裡面出現啦 然後殺掉他的話可以用這些羽毛做箭矢 好像其實也沒什麼好講的齁 好像其實一點也不特別耶,等一下 我們現在馬上去一趟那個 沼澤看一下 因為我之前就遇過啦,那好像其實也沒什麼 我本來想說可不可以馴服 不過看說明應該是不行啦 我們就稍微殺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掉一些什麼稀有的東西吧 好的,觀眾我們目前已經到達了沼澤了喔 奇怪為什麼沒有金屬罐鳥 說我的沼澤會有金屬罐鳥嗎 之前我是也有看到啊,可是為什麼現在沒有 這蠻奇怪的吧 金屬罐鳥 有嗎?金屬罐鳥 欸等一下這裡怎麼九頭蛇啊 我找到一個新的九頭蛇勒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再殺一次 欸為什麼 九頭蛇會防彈是不是為什麼我箭矢會射不出去啊 我有時候都覺得他是不是怪怪的 還是我中毒的時候見死是射不出去的 有這種可能嗎?欸 啊九頭蛇怎麼死了 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九頭蛇怎麼死了 總之 他就是死了 等一下 這是別的九頭蛇是不是 好多金喔 然後有修補欸我的天啊 這本書不錯 可以拿回家付一下 不過這不是我找的啊 欸真的欸 這個是我正遇過的 啊那一個是剛剛走的 也太近了吧 我上次居然沒發現 好啦金屬罐鳥呢 金屬罐鳥呢 金屬罐鳥才是我真正要找的啊 如果沒有的話我蠻困擾的啊 喔有了有了 喔這不是這個是 施救 喔 鷹馬不是施救 欸阿蘇金屬罐鳥勒 我來 沼澤就是為了找金屬罐鳥的啊 結果沒有出現是怎樣啊 應該是沼澤沒錯吧 沼澤沒錯啊 沼澤啊 還是我們要再低處一點的地方 才看到 應該不是 說啦不管啦 反正我們以前就是有找過金屬罐鳥啦 我還有拿到他的羽毛 我們回家看一下能做什麼東西好了 我有點懶得找了 畢竟他沒有什麼用啊 就只是怪物的樣子 就沒什麼特色的話我就不太想找 那總之呢我這裡其實有啦 怪鳥羽毛喔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他就是 可以拿來做這個 金屬怪鳥羽毛捆 好像蠻強的耶 還可以做 怪鳥 怪鳥匕首 不過其實好像沒有很強 他攻擊速度好高喔 可是傷害很低 然後還可以做箭矢 其實應該是 還算蠻強的啦 不然我們做個這個 羽毛捆看看好了 畢竟我們現在量不夠多 我們只能選一個座 我們就拿出來玩玩看 看看這個東西有不有趣啊 金屬怪鳥羽毛捆 來來來來 我們找個人來射射看啊 羽毛捆是不是像機關槍的感覺啊 機關槍嗎 哪裡哪裡 有沒有怪 有沒有動物 貓鳥羽毛捆我們先直接射射看好了 喔 喔 喔 啊我的羽毛捆呢 他射完就沒了喔 是這個意思嗎 垃圾的東西你知道嗎 算了算了算了 唉難過啊難過 好啦不管總之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 找我們的異蛇好了 先看一下異蛇的頁面 異蛇的話他會待在叢林裡喔 叢林裡喔 我這叢林裡完全沒看到夠耶 然後他是比較溫馴的 所以說我們如果在 他們旁邊應該是不會被攻擊的 喔原來如此 喔 當一隻異蛇遭受弓箭攻擊後 他們會從空中掉下來 然後他會開始逃跑 然後我們追上他 騎他們之後 他們就會攻擊我們 然後我們就要這樣子 一直騎一直騎 騎到群浮就對了 原來如此 他們的飛行模式比較接近 用翹翅飛行 唉唷 唉唷 很不錯耶 我馬上去找一下 異蛇 我們這裡就有叢林了 可是你們記得我之前都沒有看到過 異蛇我這麼稀有喔 我之前真的是完全沒看到過耶 還是我們這個地方是不會有異蛇的 有這種可能嗎 我是還蠻好奇的啦 我們就在這邊稍微逛一下 這個叢林算是還蠻大的啦 我覺得是有機會可以找到的 欸觀眾 我沒找到異蛇 可是我找到金屬怪鳥 我找到金屬怪鳥了啦 金屬怪鳥就會 射一堆劍嘛 感覺沒什麼用 你夠過來 還想跑 喔 逆香跑去哪 他要釣鐵釘是怎樣 不是啊 異蛇勒 為什麼我找到金屬怪鳥了 然後不給我異蛇 奇怪了耶 真的是奇怪了耶 異蛇有這麼難找喔 拿過我之前都沒有看到 因為他真的很難出耶各位觀眾 我已經找了半小時有了吧 還是沒有找到任何一隻 這太誇張了啦 喔各位觀眾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各位觀眾 我找好久喔 你們這麼明顯的東西啊 我覺得他刷出來的機率真的超低的 不如我來講 那總之呢 我們就是可以 扁他有沒有 讓他掉下這樣子 我不太敢用弓箭去射 我怕把他射死 因為我弓太強了 我們打一下讓他掉下去 他不會掉下去嗎 我現在不能騎他吧 我們下來 我們下來嗎 我們下來嗎 我們就一直騎他 我們就一直騎他 好像不錯耶 我們就狂騎有沒有 然後騎到他們認可我們就可以了 啊我快被打死了 等一下你不要再打我了 等一下我被 遇到好高的地方喔 觀眾 我要征服你 我要征服你 不要不要不要 我趕快 趕快回血 不然我要死了 欸等一下 等一下 我感覺我會死耶 我們先變成烈焰石就好了 不行要跑一跑 不然會被打死 他好痛喔 而且他肺超高耶 搞什麼啊 這隻是做壞嗎 欸你最好給我下來喔 下來喔 他直接 帶著我 騎到超高耶 等一下不是這樣循服嗎 我是沒有想要殺掉他啦 啊可是那隻翼蛇 就這樣給我不見了耶 還是我還是我搞錯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喔要 所以說 所以說還是要用弓箭攻擊喔 用拳頭不行 我們要讓他從空中掉下來才有用 欸等一下你飛去哪裡了 你不要跑不見啦 你趕快現身一下好不好 翼蛇 這樣不對啊 他不見了啊 這樣我不就還要繼續找了 喔氣死我了 好的觀眾我們目前有找到一隻了喔 我們飛近一點然後用弓箭射他 欸沒中 下來 我怕把他射死耶 因為我的傷害很高 欸他不好中耶其實 喔中了他掉下去了 啊你不要死喔你不要死喔 我要騎你我要騎你不要死 欸他就這樣安穩地待在這裡耶 人真好 我們騎上他我們騎上他了 欸欸欸他們就打我們了 可以可以可以我們變成人 欸他這樣就被卡在這個 樹葉裡面是不是 欸他真的是跟瘋子一樣各種跑耶 不過這樣比較正常啦 至少不像前一隻就是給我騎到超高的地方 目前還行好不好還行 你是我的了 你是我的 哎唷他好像鳥鳥喔 他其實應該是異蛇怎麼長得像鳥一樣啊 這什麼鬼 欸你是我的了嗎 他不掙扎了耶 觀眾他不掙扎了耶 這樣你是我的了嗎 喔 是嗎 欸真的耶是我的了耶 喔 我我懈覆異蛇了 觀眾 然後他 欸等我我看到其他隻了 但他其實異蛇蠻多的啦 只是 好像要在重雲待久一點 把它刷出來喔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好啦總之我們就騎著我們的 可愛異蛇回家吧 欸我們是不是也要殺一隻異蛇啊 我們把那隻藍色的殺掉好不好 我們沒有拿到異蛇材料還蠻難過的 異蛇你不要跑 欸我聽到聲音了 在哪裡異蛇 欸等一下那隻藍色的不見了 喔我其實不太想找了喔 因為異蛇 他一下這個不見你知道嗎 我一定想放棄了喔 我們回去啦我們回去啦算了 拿不到東西就算了 我們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那個異蛇可以 幹嘛啦好不好 他的 好像也沒什麼用齁 他掉的東西就是 拿來做箭矢的 然後可以射出風的感覺 感覺還好 不做應該也沒什麼差啦 總之我們就回來了啊 把我們的異蛇停在這裡 欸我們這裡真的是 動物園你知道嗎 怪物越來越多了欸 欸你不要動 欸他在幹嘛他在幹嘛 你不要亂跑啊 到時候你給我跑不見怎麼辦 還是我們要空手那個 喔可以可以可以空手待命 欸等一下 我們這樣子我們 冰火傳說的東西就全部解完了欸 各位觀眾 雖然說我們的進度 我先沒有解掉啦 不過 好像我們所有的生物都找過了欸 我覺得我們之後可以來 繼續鑽研我們心灰的東西 以及老鼠的東西喔 感覺我們這個系列快要結束了欸 各位觀眾 好像不錯喔 好啦 那異蛇感覺還蠻有趣的 不過在我們結束這一集之前 我們再做個那個東西好了 差點忘記了 我要再做一個那個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還有拿到七根羽毛嗎 加上我們之前的那一個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那個 投擲器喔 我這次一定要射到怪物啦 我就是要看他到底有什麼用好不好 金屬怪然後羽毛捆 他感覺應該要很強的啊 他要花八根羽毛 好像也還好喔 他那個羽毛其實蠻好掉的 然後我們來射那個 羊羊看看 喔 我看到我看到 他是擴散出去是不是 那感覺好沒用喔 我覺得超沒用的 好啦我們今天這集就操龍線到這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謝謝